到现在中国经济不景气 中小城市很多谋生困难的民众 把赚钱的方式转向网约车 特别是选择到北京这些一线城市来开车赚钱 所以现在很多地方的网约车市场是已经饱和了 就算你整个月都不休假 在还没有扣除用车成本的情况之下 你的月收入可能也不到1万元人民币 也就是不到新台币4.5万元 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的网约车司机都挤到北京去了 因为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 在北京用轿车平台叫到的网约车司机 很多都有外地口音 他们称作新金飘 而在这些司机当中 能够超过1万元人民币收入的不到一成 那为了要求生存 现在各种行业都在兴起 现在中国就有一种上门经济 就很像我们台湾说的道府服务 不管你烧喂宠物啊 陪猫玩或者出门遛狗 甚至你要美容美甲 都可以让客人待在家就好 来简化消费者的日常生活 也让现在服务业有新的机会 预计到了明年市场规模 有机会上看到2兆人民币 而在工作之余呢 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出门玩 流行一种叫做反向旅游风 强调不差钱又中CP值的生活感受 比如他们会到足疗养生馆 艺术展览或者喜悦中心等等 这些地点全部都是新型的旅游打卡地点 宠爱自己一边按摩养生 一边品尝美食 要来消除游玩时候的疲惫感 再来个小时